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太贴心了 主动检查赵丽颖威亚 还反复确认 比自己上海谨慎 王一博和赵丽颖一开始并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两人的知名度和知名度非常相似 但赵丽颖的演艺生涯比王一博要长得多 无论从年龄还是出道时间 赵丽颖无疑是王一博的前辈和长辈 因此 每次与赵丽颖相处时 王一博都表现出极大的尊重 直到他们共同主演了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有匪》 两人才变得更加亲密 关系也变得更好 这部剧很有趣 王一博在剧中饰演一个爱说话的男主角 而女主角的角色设定与赵丽颖 曾经主演的《楚桥传》有些相似 同样强大 两人拍戏很开心 也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和精力 经历了很多波折 他们在面临剧透风险的同时 也需要经受各种考验 然而 一切美好的事情都会发生 希望这部电视剧完成后能取得好的成绩 不辜负所有演员和剧组人员的辛勤付出 在剧组中 王一博和赵丽颖的关系非常亲密 就像长辈对待自己的后辈一样 相信以王一博谦虚好学的态度 与赵丽颖的合作对她的发展 尤其是演技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 王一博非常感谢赵丽颖 所以她在赵丽颖面前 展现出了与平时完全不同的一面 她平时的直男形象完全改变了 变得非常体贴 在一组路透射图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她主动检查赵丽颖微博的安全性 并反复确认似乎是为了确保赵丽颖的安全 这让粉丝们有些嫉妒 但当看到来人是赵丽颖后 他们才慢慢放下心来 毕竟 王一博对赵丽颖的关心完全源于对长辈的尊重 不得不说 当时的王一博是一个非常神经质的年轻人 他比表演时更加谨慎 或许他是怕赵丽颖作为长辈 会显得软弱无助 万一发生什么意外 他会心烦意乱 这样的关心 实在是让人心痛不已 不过 王一博的紧张和谨慎 是出于对赵丽颖的尊重和关心 以及对自己职业发展的责任感 通过这种方式 他展现了他的责任感和成熟度 这样的态度也加深了与赵丽颖的情感联系 文章虽然提到了王一博的感激和紧张 但仍然无法解答一些疑问 悬念依然存在 我们不禁想知道 在这种相互尊重的关系中 两位演员还会继续合作吗 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亲密感将如何发展 这次合作将如何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 这些悬念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期待 2.赵丽颖 娱乐圈的辉煌与新冒险 娱乐圈内的金凤凰赵丽颖 近日再次引发轩然大波 他凭借在电影《第20条》中出色的演技 荣获了广受追捧的百花奖 最佳女配角奖 这位颜值与实力并重的当红女星 再次证明了自己是当下娱乐圈 炙手可热的女皇 了不起的她 为了将这个聋哑人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 可谓是下足了苦功夫 赵丽颖在饰演这个角色时 可谓是煞费苦心 她不仅专门学习了手语 还亲身感受了听障人士的生活 带上耳栽来体验他们的世界 最终将这个令人肝肠寸断的形象刻画得入目三分 让无数观众未知潸然泪下 作为当下娱乐圈炙手可热的流量女王 她能在业内权威奖项中大放异彩 实在是名副其实 真可谓是娱乐圈的荣耀 然而在百花奖颁奖典礼上 这位女皇却缺席了 原来她已经投身新的剧组 在著名导演冯小刚的新片《向阳花》中饰演一名女囚犯的角色 从小荧幕到大荧幕 赵丽颖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野心和决心 正在一步步证明自己在演艺道路上不断挑战和突破 相信在这部聚焦女性命运的新片中 她又将交出一份经验的答卷 让影迷们大呼过瘾 这位娱乐圈女王已经把目光瞄准了更大的舞台 迫不及待要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实力了 面对那么多闪耀的明星 她依然保持着强大的自我修养 专注于持续进取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分成的作品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她必将再次登顶 成为娱乐圈的太阳花 事实上 赵丽颖这次在第20条中的表演 可谓是真正实现了以艺服人的境界 她不仅凭借自己的优秀演技 成功塑造了一个让观众心疼的聋哑人形象 而且还通过对这个角色的深入研究和细密刻画 彰显了自己作为一名演员的专业素养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即便在这样一部小成本的独立电影中 她也展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表演技巧 足以让业内权威刮目相看 这样的成就 无疑会让赵丽颖在业内赢得更多的尊重和认可 毕竟 在如今的娱乐圈 流量明星与艺术实力之间的矛盾已经愈演愈烈 一味的追求热度和曝光 往往会让一些演员失去应有的内在修养 沦为高光时刻的牺牲品 但赵丽颖显然不是那样的明星 她在追求商业成功的同时 也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虔诚和专注 这也是为什么她能在百花奖上获奖 而在颁奖典礼上却缺席的原因所在 有人会认为这样的表现不免有些高冷和自负 但我们不难发现 赵丽颖此举背后的真正动机 恰恰是她对演艺事业的无比热忱和责任感 她已经将目光瞄准了更广阔的舞台 投身到了冯小刚导演的新片《向羊花》的拍摄中 在这部影片中 她将饰演艺名女囚犯 讲述她们在刑满后重货自由 却还要面临各种命运戏弄的故事 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戏剧张力和人文关怀的角色 足以让赵丽颖进一步展现她出色的演技实力 对于这位娱乐圈女王来说 挑战自我 不断进取 似乎早已成为她的一种生活方式 即便在事业高峰期 她依然保持着谦逊淡定的自我修养 专注于自己的演艺之路 为观众奉献出更多优质作品 这种坚持和专注 不仅让她在娱乐圈中赢得了尊重 也让她成为了同行中的标杆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赵丽颖必将再次登顶娱乐圈 成为当之无愧的太阳花 在这个光鲜亮丽的女皇身上 我们不仅看到了她出众的颜值和实力 更看到了一个真正专注于艺术 追求卓越的演员 她的成功 不仅彰显了内在美的价值 也为整个娱乐圈树立了崇高的标杆 让我们一起期待她在未来的精彩演绎 为这个行业带来更多的光和热